那個總統那天是唸講稿 唸稿子 誰寫給他的稿子 那個稿子沒有錯 是他可能 稿子沒有寫錯 他就沒有看的時候 就沒有看清楚 然後就講 馬上就講成正確的 有在34秒內那樣 重點是說 重點是說 這個從頭到尾 這個事件我們要來看就是 我們真的要尊重NCC他的職權 畢竟獨立機關 他現在這個處罰的標準 你覺得合理嗎 另外一家他也有財法 就是因為豬瘟 然後就那一家我就不講了 我們先不要討論其他的個案 先討論這一個個案 在一個Live節目當中 以這樣子的方式的澄清 不算更正嗎 我是知道他節目上 他當下他有改標 就更正 這算是更正對不對 對 這個是事實 但現在是很恐怖的一個時期就是 每一個人他會去截圖你知道嗎 截圖這件事情 他已經更正了 他只更正前的這個要負責嗎 其實那個是高度疾風的時候 在立委補選 他截圖之後他去渲染去傳播 那個人家惡意扭曲 那應該要處罰的是去截圖 傳播的人 怎麼會處罰已經更正的人 所以他這個用意 我還是要怎樣 獨立機關 我們就尊重他 就不獨立 沒有尊重過 行政機關從來沒有尊重過 他是獨立機關 他除了這個時間 他另外一家也有罰 我知道 這是兩件事 這一件事情罰的合理性在哪裡 因為我在節目 如果你有完整看完這個節目的話 他在節目當中已經更正了 不過只好說 因為有人把沒有更正錢的東西 截圖了拿出去傳播 請問這件事情 這一個被截圖者要負責 這我們就真的要去看看NCC 她的解釋 她的解釋在這裡 她的解釋就是說 你沒有更正 如果說沒有更正這件事情的話 代表他根本沒有看完 他只看了截圖 他其他的東西沒有看 他才會有說你沒有更正 那是更嚴重的 NCC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更嚴重了 你要調查一個事情 你沒有把它來弄去脈看清楚 市面先弄清楚 對 我覺得這是更嚴重的 但是我還是要舉 因為我們NCC是仿造FCC來的 可是FCC的過去裡面 有幾次也跟我們台灣現在 那麼有關 一個就是在雷根總統時代 雷根總統時代那時候新的 那個時候他們也是說 那個新聞內容到底要不要管 雷根總統時代 當時的NCC的主委 就認為說市場機制 如果這個新聞是不誠實的 不好的 市場自然會淘汰他 所以不可以去管 這是第一次1989年 1987年左右 1987 我更正了 1987 然後第二次 就是在2004年 小布希總統時代 小布希總統時代 那時候也在討論 那麼要不要管 新聞內容的問題 第二次討論 因為那時候就是 小布希伊拉克戰爭結束以後 國內引起很多的紛爭 恐怖主義的問題 也引起很多紛爭 但是當時後來還是決定 不能干涉新聞內容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 這是言論新聞保護的自由 不能違憲 所以還是沒動 你看到現在川普總統時代 他每天埋怨 每天埋怨 說他被假新聞 被敵對他的陣營的新聞媒體 攻擊了體無彎夫 可是他埋怨了半天 他有沒有去動NCC 或是有沒有去動新聞內容 沒有 沒有 沒有去動 他只是很生氣去罵 可是他沒有動 這代表什麼 美國再怎麼樣 他還是在保護言論新聞之自由 而我們的NCC呢 我們NCC就一個行政院長 一開罵馬上就變天了 馬上就開始做動作了 馬上就把手就伸進來了 就開始蓋涉你的新聞內容 這個是很嚴重的事 我就舉剛剛一個例子 昨天李軍一他認為 他說 他說316那一天有問賴清德 你要不要選 然後他說我不會選 2020年當時大佬就說 這個賴清德要回應 假設 我們現在假設 賴清德說我沒有說 李軍一就等於是說謊 製造假新聞 我們又要被罰100萬 我們又被罰 這個是豈有此理 這個全世界豈有此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非常荒唐的事情 我再講一個例子 已經剛剛也是剛剛發生 因為費政清研究中心主任宋啟明 已經接受 打臉王堅 對 他已經接受 我們的媒體的訪問 不是中間媒體 媒體的訪問 他正式的說 我們確實有給邀請韓 給韓國瑜 而且我們是請他到我們這邊來 就做make a speech 他講的是演講 他已經講了 好 他說第一個 然後他說當時我們有討論 是公開的大的演講 還是閉門的 然後台灣這邊的團隊 跟他的強調是說 閉門的 因為韓國瑜不想用一個 這個公開的演講 變成政治平台 來為他宣傳造詩 他們覺得太棒了 這樣的一個市長 他考慮到這個層面 然後說我們用深度交談 費政清研究中心 他們的主任他們說 我們覺得這樣的一個建議 更好 所以他們完全接受 而且他們的研究員 也都很開心 也都很高興 然後他們確實就像 啟程剛剛所說的 就是他們要了解 台灣的選舉的變化 怎麼會變化的結構這麼快 然後他們認為 這樣的一個變化 會對未來兩岸的關係 也會產生變化 那麼也會影響到 大陸跟美國的關係 也會影響到跟台灣的關係 他認為這個都會產生變化 好 講到這裡 我們就已經看到 新聞已經很清楚了 你這個王丹 有報導王丹新聞的 全部都是假新聞 現在都要公開了 因為宋啟民已經說 我有給邀請 而且我們很高興 而且我們就是正式邀請 而且是我們雙會 主持人 我有意見 你有新的例子嗎 我跟你講 今天快兩小時快到了 今天這個節目 最好看的地方 就是剛剛張志豪 真的是沒有辦法回答 因為他開始也承認了 這個現場的節目 已經在幾秒鐘裡頭 已經更正了 已經更正了 所以他已經退到說 這個不對的地方 是因為有人截圖 截圖是不是有責任 然後他又講 他也沒有辦法致圓其說 他就說NCC獨立單位 我們就不要干涉他們的主份 他看那個這樣瘋瘋瘋瘋 有辦法回答 是今天節目裡頭最精采的部分 你賴教授 你無緣無故把他打斷幹嘛 我們正在欣賞 因為他還在找話 找意見來原廠 你進來把它切回頭 舉三個例子 一個什麼 一個雷根 一個川普 一個費政親中心 我跟你講 你不要把好好精采的片段 搞成大家都不想聽的事情 他真的很擔心我們在日後 還會因為李俊逸的發言 而被罰錢 這件事情現在大家人人自為 因為你現在罰錢的標準是什麼 連我在34秒內更正 你都要罰款 我接下來到底標準是什麼 我什麼東西能講 什麼東西不能講 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嗎 你不用擔心 他是獨立的機關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評論 他說對就對了 像蔡英文順著這個議員的話講 他就是看到了截圖對不對 他有這麼多的幕僚 幫他準備稿子 他都有可能唸錯 他都有可能唸錯 你看從剛剛鏡頭裡面 冒出來旁邊一位農夫 他的至少也是盾 我們剛剛賴教授在討論 一盾到底等於幾斤 是大陸的斤 還是台灣的斤 因為差100公克 然後一盾跟一公斤 又怎麼樣的差別 所以我們在這邊討論的時候 也許在數據轉換 都有可能錯 所以我們剛剛看那個片層基礎 就等於旁邊的 他等於陸訪一位農民 他就講出來他所記的數字 但很快就更正了 蔡英文如果按照這樣標準 蔡英文在講那個錯的 他是10萬還是200萬 他有口誤的時候 那個電視台要不要 那一瞬間被截圖的話 是不是也要被受罰 如果NCC如果去做 同樣標準的話 OK 他把所有的相關電台 通通拿出來去做評判 我覺得這才叫獨立機關 你像過去這幾年 我覺得很多人很憂心的是 我們所有獨立機關都不獨立了 都不是獨立 在陸上前兩禮拜的發火 請問NCC的主委會辭職 NCC會做出這樣的財閥 我認為不會 我認為不會 像NCC的帶領主委是誰 叫做蔡博中 翁博中 對不起 翁博中 對不起 他的專長什麼 保安 馬上更正 一秒鐘後馬上更正 翁博中 他的專長是微波工程 然後頻補建設 還有通訊傳播的監理 OK 如果真正 目前委員裡面 跟這些傳播比較有關 大概就是一位 台大的洪真林 洪教授 不過這位教授真意也很多 所以我覺得大家憂心的是 就在這種明年要選舉 今年有相關的這種媒體報導 一定都很多 很及時 如果NCC如果把這個東西 變成一個潛力的話 對不起 下半年所有電視台 恐怕這個100萬借不完了 100萬借不完了 只要有任何的口誤 沒有馬上5秒鐘後的更正 對不起 都是通通要罰錢 通通要罰錢 我覺得大家憂心的是這件事 我覺得你說民進黨的朋友 其實也沒辦法在這件事情 辯護下去 因為大家上電視節目 每個人都有可能口誤 口誤的很多 還有像以前很多的口誤 也把他做很多的文宣 我覺得就是民進黨裡面 有良知的朋友 其實要站出來聲援 要反對這件事情 這跟前置言論自由 基本上只是一線之隔 你怎麼想那麼美 你看 所以不要讓張志豪 賴清德的事情 全國沒有一個人趕快講 除了林總水跟我以外 我還不算民進黨 你現在還期待 民進黨 在這個快要選舉 快要到來的時候 會出來講 現在變11口以後 都會名流千許 這個怎麼有可能 我告訴你 他講這也是浪費大家的時間 不過講到這裡 其實我有點擔心一件事情 因為在民進黨的這個 初選辦法 到底要不要改的過程當中 王世堅在我們節目當中 保證了不下100次說 4月10號的初選 絕對不會延期 結果現在延到了5月22 王世堅之前 在我們節目上面的 所有的言論 我們現在更正來得及嗎 就是王世堅之前 講的都是錯的 這個要罰幾千萬 不知道要罰多少 因為他講了很多次 絕對不會延期 結果昨天延了這麼的久 這樣子我們到底 這不是 現在全部假新聞嗎 這個是不 這是王世堅的判斷跟預測錯誤 這不是假新聞 而且他還輸了 但是王世堅的判斷跟評論 在我們的節目 如果被截圖傳播出去 讓民進黨的人以為 初選不會延期 結果現在真的延期了 他的認知上面 就是發生了假新聞 不是嗎 其實我相信這個世界議員 他已經發出這個雞牌了 應該有算負責任了 但其實這也不算真的假新聞 其實我想整個一個真正的意義 應該是在處理假的消息 因為當時那個文旦的事情 我想後續有很多的傳播 造成很困擾 我也贊成大佬所講的 不應該NCC在自己沒有一個主觀性 或者一個判斷性的時候 就來做這樣的一個採法 後續的傳播不是中天的責任 對 後續的傳播 這個NCC變成一個 潛質言論的一個出發點 他現在就是了 我不希望他現在已經是了 我們現在所有人講話 都膽戰心驚 沒有 但彭議員所講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認為大家還是要 各自建立在 是否處理這個假的消息上面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LINE上面 傳了被告等等 其實這是基本法律常識 這可能以後 我們平常包括要傳什麼LINE的訊息 可能都會當成這個假的訊息 被處理 所以我想這還是要區分的 NCC也要搞清楚 我覺得針對媒體的部分 這感覺是NCC沒搞清楚 我覺得有一些 他沒搞清楚 他就亂開罰單 我覺得可能他再詳細的調查一下 會比較明確一點